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A心說你說會短不舉 肯定不做收拾 他不做是他的事 我現在喝完了 還沒用 放回去 包裝好看 把繩子拿回來 用來送禮可以的 我們純粹用好喝來講 但是十三妹和老鳳 即是我們的年輕人 他們幫大家驗 說很好喝 很順口 所以為何喝不回來 為何賣到一百八十元 在青島這些地方 這個是exclusive的 大家 下星期我也帶貨的 用來送禮 如果你狂撼 我覺得他有些壓力 我覺得 因為我想我怎知道賣八十九九九 我的性格 我多數九十九的 我的性格 但是你說 叫大家試一下 OK的 拿出去吃飯 拿這些東西出來也夠事 原章 這麼過癮 是原章 原章房 原章 好 好了 這件事真是淒涼 前兩位我們講過了 因為我看那段片 我沒有播 始終看不到燈號是怎樣 即是Tesla 在天水裡遇到一個十八歲少女 少女彈起落地 警察就用危險駕駛 引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 其實沉默就要分明了 提堂 那如果 到時他發覺他是不 跟燈號的話 基本上 那就是不殺的了 可以去到 但是我也是認為 十八歲的少女 張詠嫻 阿詠嫻 去過馬路太匆忙 是不是下雨 其實 我不管那個是綠公仔 在斬燈的綠公仔 還是綠公仔 都真的要看一看 結果 這麼不幸的事 今天下午又傳出來 由這兩天 結果都是不治 其實 學校就 當然同學 校長都很傷心 今年靠DSE 我就很怕看這些新聞 因為 十八歲 即是我們做人老爸 又或者自己想想自己十八歲的時候 人生只是剛剛 都不要說開始 對吧 也不要說我父母面乾碎濕去養大你 是這些橫禍 所以 無論是甚麼燈也好 我都不是為了追究 哪個Tesla 哪個責任 即是人都走了 你可以怎樣 而是開車駕駛的人 無論是綠燈也好 去到這些位置 什麽十字路口 燈位置 我永遠是留著油 就是這樣 因為 不要說自己也可能有危險 我車其實是一個武器 然後 然後 傳出來 他的同學 在網上留言 原來他是一個很正面的人 又畫漫畫 我一會兒說是不是很正面 很熱愛的生活 很喜歡跟學校去sharing 很喜歡寫字 在IG上 會參加歌唱比賽 浪重比賽 原來這樣就沒有了 對吧 真的沒有話可說 真的沒有話可說 我一看這些新聞 我就 這個普通家庭 其實 女兒是這樣的話 我就去估計家庭 雖然不一定 都應該是一個正常健康家庭 要不然你的女兒 就不是這樣 她是什麽的 所以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 不要去計算你 我沒有又沒有什麽 計算你有什麽 有什麽 就是這樣 就是人世之中 我們一這樣想 真的很安樂 我們好像沒有很多東西 但是我們 還可以外出吃飯 起碼沒有風 天災橫禍 你看看 你看看 敘利亞 你看看 蘇丹 量不量都大成問題 唯有這樣想 但是 話雖而此 你明明不是那麽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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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他發送給自己 那麽其實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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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他用電腦畫 那麽 其實是 專業水準的 是否很美 那麽 但已經是專業水準 那麽 好了 再去 那麽 那麽 這張畫呢 他就是寫給 這麽 應該叫 寫給他的六A班 因為他們考DSE 那麽似乎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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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幅畫可以看得多一些少女心 她的觀察也很好,其他人用黑白陰影來替代 我不會分析,也有在畫畫上除了表達她的看法 也有比較方便的做法,不用畫那麼多顏色,很朦朧 可以買,可以不買,但我覺得十八歲來講 現在一代十八歲,她是聰明女 而且即使是這樣也好,她的樓後面紅色 她都是比較顏色,她用一些顏色,開朗一些 最後這一張,一定有這些在考試被壓著 一定會有這些話風,你不要說她不惜仇之美 她們少年有少年人就煩惱 好,我不看這些報道由自可,報道報道出來 就是這個女生,我不是說有些沒有聽人的人 實際上沒那麼可惜,都是可惜的 但是,即使開車子的人就小心一點 過馬路也小心一點,你說現在怎樣 好,另外,早前我們講的休班警 非禮的兒子的朋友 在公務員宿舍,紀錄部隊宿舍裏 裏面,非禮的小女孩跟她入屋非禮 而那個小女孩是兒子的朋友 就被判罪成還額後判 那你也算混蛋了,35歲 非禮的7歲,兒子的朋友 好了,裁判官水佳麗說 AX案發的時候,美女,開不了家門 因為急尿,就向被告旁邊屋,求助 被告協助AX開門之後 應該是開AX家門,不是被告家 就說,聞到屋裏面好像有酸味食物的味道 鎖進去,幫她檢查煤氣 AX的媽媽作工就說 平日她出門口都會檢查路頭 水佳說,她不相信食物有異味 亦都這麼大 亦都不接納,為了AX的安危進入單位 檢查煤氣,只是藉口 因為其實同一開門就進入 AX在庭上承認,案發的時候 對被告的印象已經是差到爆炸 但因為她急尿,就算差到爆炸 也要找叔叔幫忙 直言,我爸爸好過他100倍 不過就否認想弄走被告 辯方質疑是AX心懷不軌 即是你去懷疑一個7歲的女生心懷不軌 去無裂你 但水佳認為這只是小孩子的表達方式 吳大惡意,也不相信她會陷害被告 有計劃地 另外辯方質疑 AX曾經說,案發的時候 猛了,不記得事件細節 但水官就說 AX當時不明白發生什麼事 但理解到自己身體被人侵犯 所以即日就跟媽媽投訴 她也形容被告是死變態 而媽媽是經過反覆的查問 核實之後才報警 AX那 去到警局也能夠導出事件的始末 並不是猛了 水官繼續說 AX在庭上 堅稱被告案發時曾經跟她說 嘩,你肥嘟嘟 我很喜歡你啊 我可不可以再摸你啊 嘩,真是變狠態到嘔 OK 她也堅稱遭到被告侵犯 在盤問下 不受動搖 令人找不到懷疑之處 另外 AX的媽媽說 AX的事後 事後 情緒 很激動 又打個馬桶發洩 好了 於是乎 她也是看閉路電視 也跟AX在家裡閉路線聽到的聲音是吻合的 即是說不是媽媽 說謊 被告就說 便稱 她說 她說案發前一個星期 跟三歲的兒子玩騎拔馬 因為手不夠力 令兒子後腦著地 到醫院留醫 她對此感到很憂慮 水官就說 喂,不是啊 醫療報告說你兒子好起來了 被告的心情 未必講到你這麼憂慮 她說案發的時候 也沒有理由進AX的家裡 但是水官就說 鄰居 尤解說到鄰居 鄰居 鄰居 閉路電視就拍到 被告呢 多次在樓梯的走廊 陪會 她說 既然 你這麼擔心我兒子 那 何必要費這麼大的心力 去 這麼欣勤去關心AX的安危呢 反而她覺得 因為被告知道自己拿起 非禮完之後 就在想 如何從AX的老母子回來 跟她解釋 希望大事化小 所以呢 她裁定被告不誠實 不接納她 甚麼轉身的時候 以外撞到AX 好啦 於是他求情 其實這些 當然有權 其實你問我呢 如果我是被告 開頭撐到鄰居 後來就變成求情 我就有點 我覺得是很難的 求甚麼重一 腦袋都叫冤枉 人善人欺 天賓欺 這樣 好啦 她說呢 其實她背景良好的 案發時 除了一個兒子 有意外之外 工作上有些狀況 令她精神緊張 不要做一份 所以現在還在尋求協助 她也不是預謀犯案 事件只是屬單一情況 所以 法官就說 執法人員犯案 後果 是被一般人嚴重 這是其一 其二 其實這些所有事情多餘 是 人人都有壓力 就是 不要說安利低利 小妹 就算我壓力太大 吵你高買兩粒糖 浪費力氣 壓力很大 吵你 吵你走到街 有幾個女生 吵你兩下 行不行 真是瘋狂 還何況這個是鄰居的小妹 重要啊 這些不是小女生 作得出來的 哇你肥嘟嘟 真是很有趣 我想我得了你 你不是小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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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出張照片 看看海港集團怎樣回應 悶死蟹 其實就沒有什麼好說了 你就只有信 還是不信 我就跟大家說 我是一貫帝 是 認為他做得不夠好 幫人 嗯 他因應網上傳言 海港飲食集團已經翻查涉事分店紀錄 翻查涉事分店的CCTV最清楚 當日客人對長腳蟹由余池交付廚部流程有疑慮 所以提出更換要求 分店已即時回應客人 並立即安排客人到余池重新挑選另一隻長腳蟹 這裏呢 就confirm了 這一個投訴 是真的 是有的 起碼前一段是有的 是真的 好了 廚部載客人換鞋後 重新烹煮 期間 客人再沒有向分店任何一位職員再反映 長腳蟹有品質而類 喏 他沒有反映 亦都可能是事實來的 首先 因為海港的集團一定會找律師出的 一吵你了 我還反映什麼 我拍完一隻蟹 吵你了 吵你了 他可以是有再說 沒有人理他 下面的人騙你 他可以都沒有再說吵你了 不用說話 吵你了 吵你了 海關鍵 你都換了一隻 吵你了 難道我叫你再換 海關鍵 不用說話 給我 我就吵你了 吵你了 吵你了 一吵海關鍵 當場 這樣笨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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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集團其後 多次收到各位客人聯絡查詢 有的 OK 近日網上流傳多個涉及海港飲食集團 誤導性訊息和實實傳言 多個是誰 其實他現在做這份事 我跟你們說什麼 就令到你那些所謂唐必學 sharing那些 不要出聲 想你的網民收聲 收聲 不要再發酵 當中描述集團對事件的回應均非事實 我現在說你這個回應是事實 是你的回應 內容不盡不實 更有網民對集團作出無理指控 令到集團嚴重受損 海港飲食集團對此表示遺憾 為識取公眾而慮 海關人員以按既定程序到各分店檢視 首先海關人員檢視一定沒事的 怎會有事 第二 你是不是為了識取公眾而慮 於是海關來看看我會不會有這樣的事 當然不是 當然有人去報海關 海關才來 是不是 對 集團亦都指示全線分店必須按既定指引去處理海鮮訂單 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接著是成立以來啊 正義求職等等 我們不說了 對於個別人士在網上多次發佈有誤導性的信息 演活和公司的相遇 海關飲食集團對不盡不實的指控 沒有留法律權利 如果你們有什麼意見或者查詢 歡迎WhatsApp 5159742 或者在網上留言 他有誠意改 我也不排除 這個未必一定是管理層的指示 可能是 那也是管理層指示 但是呢 作為這麼大的集團 是很難的 為什麼呢 喂 我管理層這樣一級一級叫下去 你想想 如果有人一踢爆 我老實叫我這樣 我老實叫我這樣 都是揹飛的 其實很大可能 是真的 下面的小朋友 看到那些客人死了 你知道是什麼樣子 什麼樣子 你不就換他 那些行情也不奇怪 但是 是 有投訴 首先第一項 有 有了第一項 已經是離譜了 為什麼會換死客 死蟹 我先不要說你第二項 為什麼會換 是不是有人要人頭落地 或者你是不是要處理下這件事情 是不是 屌你老美 喂 老老實實說 如果不是你們 剛才說 不是top management 或者什麼 是落令的 原來是他們自己這樣做的 那我這些夥記全部可以解僱 你一解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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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交代 樹大有夫子 反而是建立你的相遇 好了 你不解僱人 那是不是top management 下的 不要說很top 有些管理陳諾 他下的一些 你老實說 你不想回應 說兩天就沒事了 因為香港酒吃屍 那些海鮮那些 怎樣做事 大家都理知我知 你這樣出來回應 還想賓州 你就是 屌你老美 火水救火 真是火水救火 OK 休息一會 謝謝